看,眼前这个面向丑陋的女人不简单 原因是她有一个特殊的癖好 饲养老鼠 当然,饲养老鼠的目的也更加变态 她竟是拿老鼠给她母亲做晚饭 她熟练的从养之箱里面拿出了几只活老鼠 随后放进了料理机,按下了开关 伴随着机械的转动,以及骨肉碾压的声音 一杯新鲜的耗子汁就做好了 她端着这杯美味来到一个集装箱 里面关押着的正是她的母亲 母亲被眼前的丑八怪女儿吓得瑟瑟发抖 女儿就无视着母亲的感受 直接端起了碗,随后捏起母亲的下巴 将这一杯肉质全部灌了下去 这个丑陋的女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才会让她对自己的母亲做出如此恶行呢 时间回到几个月前 视频开头的女人叫做安娜 长得好看,身材也挺不错 可是她却有一个丧心病狂的妈妈 她的妈妈为了赚钱 竟选择把女儿囚禁在家里卖肉 自己出去懒客 貌美如花的安娜自然非常不情愿 她想要逃离出母亲的魔爪 但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 就这样,她从小就埋下了对母亲仇恨的种子 这一天家里又来了一个买肉的老男人 安娜趁老男人不注意 一口咬在了她的手指上 男人对着安娜一顿臭骂 随后冲了出去 对着安娜母亲的肚子就是一拳 等男人出去洗手的时候 她又掏出一把匕首 向她的大腿刺了过去 男人气急败坏 一巴掌把安娜打倒在地 随后拿起了灶台上的开水就嚼了上去 在那之后 安娜就失去了自己美丽的容貌 如果如此,母亲也从未心疼过她一秒 反倒是因为她的悔中 不能给自己带来财富 而对女儿大打出手 为了让自己的女儿听话 她拿出一把剪刀 威胁安娜 如果不听话就把她的舌头剪掉 为了保全自己的舌头 安娜只能暂时委屈求全 不过从她的眼神中可以看出 她没有半点顺从的意思 随后拿起了剪刀刺向了妈妈的后背 母亲求她把剪刀拿出来 但是安娜却把母亲推向了墙壁 随后剪掉了她的舌头 用铁链把她拴住 永远的囚禁在了集装箱中 但是为了生活 她不得不工作 于是她选择了当一名清洁工 这天爱丽丝下班回家 突然听到浴室中的响声 顺着声音走过去 爱丽丝发现了安娜 还好安娜并没有恶意 她只是家政安排过来的清洁工 反应过来的爱丽丝 知道自己刚才的所作所为 非常不礼貌 于是向她诚恳地道了歉 并且让她以后 每周来家里两次打扫卫生 但是她没有想到的就是 眼下这个善意的举动 却让她后悔一辈子 这个女人整天都在跟渣男鬼混 这个渣男不仅渣 而且还是有父之父 爱丽丝本想放弃这段感情 毕竟现在自己的情况 就和小三一样 但是她的内心却始终放不下 朋友让她多做一些 自己平时不愿意做的事情 也许这样就能改变她们内心 于是爱丽丝邀请安娜 留下来吃晚餐 并且向她吐露了自己的秘密 安娜说应该早点结束这段感情 也向爱丽丝说起了脸上 这段疤痕的来历 就这样两人的感情一步步拉近 爱丽丝以为自己遇到了知己 但她不知道 眼前这个坐着的人 不单单外表丑陋 而且内心也非常的阴暗 两人吃完饭 选择一起看了一场电影 不知不觉爱丽丝就睡着了 安娜摸着爱丽丝光滑的大腿 她不知道为什么同样是人 自己和她区别却这么大 结果爱丽丝也醒了过来 安娜说自己由于天色太晚 要去地下车顾睡 爱丽丝于心不忍 亲自开车送她回家 在那之后两人就如同亲姐妹一般 爱丽丝给安娜梳妆打扮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安娜开始密谋出了一个邪恶的计划 在一天深夜的时候 用石膏把熟睡的安娜蒙上 等到凝结之后 把她取了下来 随后把硅胶注入模型之中 就这样 一个一模一样的人皮面具就做好了 她就这样穿上衣服 戴上面具 躺在了浴缸当中 仿佛她才是这里的主人 这天爱丽丝上班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小帅哥 两人一见如故 感情迅速升温 小帅哥被她邀请到家中打扑克 这一切都被门外的安娜 看得清清楚楚 第二天安娜再一次把爱丽丝迷晕 最后用她的手机发信息 给了小帅哥 小帅哥接到消息 跟老婆说自己公司要加班 老婆自然不会相信 所以选择开车跟在了后面 可是他们哪里知道 他们已经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你见过那些如此扭曲的女人吗 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 她通过倒模型 制作了一个跟女主人 一模一样的面具 随后戴上面具 躺进了浴缸中 这还不完 她又给女人的暧昧对象 发去了消息 把她引到了家中 小帅哥一进屋就被迷晕了 接着安娜用胶布 把二人绑了起来 醒来后的爱丽丝发现 自己的小三儿也待在这里 她非常害怕 就在这时 安娜走了过来 她让爱丽丝杀掉渣男 但是爱丽丝根本不敢下手 没办法 安娜只能掏出一杯硫酸 随后倒在了男人的大腿上面 瞬间烟雾缭绕 男人发出了痛苦的哀嚎 所谓吃瓜群众的爱丽丝 都快看呆了 接着安娜又把目标 对准了男人的下体 这还不完 第三杯又倒进了 男人的口腔当中 鲜血瞬间从嘴巴里喷了出来 男人通过眼神告诉爱丽丝 让她杀了自己 没办法 爱丽丝只能拿起匕首 随后刺了上去 女人发现自己的丈夫出轨 她开车追了过来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在这时 丈夫开车出来了 她迅速点火 给又追了上去 在一个院子里 丈夫的车子停了下来 女人走下车 就没有发现任何踪迹 她走进屋内 发现被绑架的爱丽丝 找来小洞 割开了绳子 两人准备逃跑 随之门外的安娜 已经等候已久 一铁桥拍了上去 随后几下 就让女人领了盒饭 爱丽丝害怕极了 她找了个地方躲了起来 趁着安娜不注意 她找到了钥匙上了车 结果安娜又跟了上来 把事先准备好的麻药 注入进爱丽丝的身体当中 很快爱丽丝就晕了过去 等她再次醒来的时候 自己居然待在一个 精致的房间当中 自己换上了精致的衣服 脸上也化上了妆 看上去与平时并无一样 但是她下床的时候却发现 脚上居然有镣铐 更恐怖的是她拉开窗帘 安娜居然在窗外 注视着自己 等待她的 就是长达数年的囚禁生活